欢迎大家来到《哥利亚的好奇中岛》 中岛是什么呢? 英文就是island 我家里也有一个中岛 就是放在厨房和饭厅之间 通常客人来到就不放了 就不会坐下 经常在中岛聊聊天吃东西 我希望这个节目就像一个中岛 连结了客人和我 来到就可以聊聊天吃东西 轻松大家讲一下创作的心路历程之类 Alva是一个很有反差盟的人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没认识他 我以为他又酷又有型又画画又是无特意 那怎知原来认识到他呢 那个人就 一个字 很搞笑的一个朋友 他现在已经成功转型了 成为一位视觉艺术家 仍然还有少少的无特意工作 不过今天呢我就请他来 除了讲自己的艺术 也都要讲一下他对饮食的艺术和哲学 他自己呢 一样都有一套很特别的世界观 哈哈哈 好啦 欢迎你 Alva李思雨 你好啊 你又缩水啊 哈哈哈哈 大家好啊 我是阿花 哈哈哈 阿花是一位插画师 和一位无特意来的 那在我的朋友圈的世界里面呢 他是我认识最**的人 哈哈哈 不相伯众 不相伯众 其实讲一下我们真的怎样认识的呢 嗯 嘩 好像已经有十年了 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好像是去巴西啊 是啊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做旅游记者的时候 就有两次出差 就请了Alva做无特意的 那一次呢 就是去巴西 採访2014年的 世界杯 世界杯 但那时候可能我只是叫出碧咸的名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二次呢 我们就去了非洲的 博池雅纳 Bosswana 兩次的旅游都差不多是两三个星期 是啊 我记得两个旅游都是有 歷时要半个月的 而且这两个旅游暂时是我自己来说 去得最远的 就是南里那边 对面那边 就是跟你去的 那我也觉得是挺 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经常听其他记者说 跟朋友去旅行会见真章 会反面 或者是记者带模特 去旅游工作的时候 就会反面 吵架 但我们反而是因为这样 而成为了好朋友 因为我们太怕你生死了 那时候在巴西的时候 真的每一天都提心吊胆 怕别人偷钱 是啊 环境那些人好像 应该怎样形容呢 都有少少 什么人都有 我们的确是奔放很多 比我们平时所处的环境 所以感觉就有点不安 但是我记得那次真的很印象深刻 因为都是我差不多 旅游记者生涯里面 去得最远 坐飞机最远的地方 我去到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很exotic 真的完全跟平时去的日航台 星马泰很不同 幸好就是有阿凡和我一起去 经历这件事 我觉得都是好玩的 每天都是笑到痴羹的 没错 我最深刻的就是 在巴西的旅程里面 其实是去贫民窟 还有就是你带了我们去访问的厨师 是不是Alex Satana 是啊 没错 然后那个餐厅吃 然后我第一次人生吃 是有蚂蚁 你很记得 很记得 那时候我们2014年的时候 就去采访巴西姓保罗 一家很出名的餐厅 叫做DOM Dom 他的主厨Alex Satana 就好像一个野兽般的男人 看到Ava已经是心心眼了 因为他呢 是出入亚马逊河 就是钓鱼 彩杂 他也是差不多巴西第一个 去提倡在地吃 以及用亚马逊的产品 的厨师 后来Chef's Table 都有做他的特辑 结果他就大同大致 我想他去年五十大餐厅 全球 他也是排十位之内 去年还是能保持到 很厉害 很厉害 我没办法忘记 他全身纹身 爆肌肉 拿着一条大鱼 和真永远地 淋着瀑布的有型的照片 是的 他是很出位 因为他出位在于 有少少是 厨艺界的一个性感的icon 是壞孩子 是的 我们当时就有机会采访他 而我们是香港第一个传媒去采访他 顺便吃了一顿饭 那一顿饭我都觉得很难忘 就是人生第一次吃生的 螞蟻 那螞蟻是有一些香茅 柠檬味 和其他菜式 真的想不到 原来南美洲的食物 和东南亚的食物 竟然有些相近 和味道都很难忘 那次的旅程 是的 我还记得他说 今天在螞蟻的菜式 真的很简单 就是在一片菠萝上 放一只螞蟻 但是我记忆中 他说什么都没有做过 只是冷藏了 但是我竟然吃完 最后的味道 最后的味道 好像有 柠檬草的香茅味 你真的很记得 因为我真的很震撼 那次吃到螞蟻 最好是你带我去吃 谢谢你 反而非洲那次 没有那么多美食 但是我们看了很多很厉害的动物 那些大象 不错 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因为我自己未必会去到那些地方 而且我们每天都乘坐直升 小型飞机 好像坐巴士 停站下站 又转地点 很棒 是的 那时候我认识你就是没有特意 是六七年前 那当时你也是有插画的 是 不过现在就比较再专注一些 可能八成是插画师 两成是没有特意的工作 不是 现在分布是九一 因为其实我在去年开始 已经签了Gallery 现在是JPS Gallery 他们的in-house artist 是他 represent我的 所以现在一般来说 我就不会自称是插画师的 反而是visual artist 当代艺术的那边的artist 因为 如果插画的话 通常我们是 因应某个主题去画画 去配合 和是商业的工作 或者是出书 那些为主 但是我们就是多些是 做展览 然后是Gallery 作为中间人 就会由他们有一些collectors 是他去接合 所以反而是 现在的性质是visual artist 比较多的 有些一年里面 他都排了 因为有Gallery的地方 你大大小小的展览 或者联展 联展都可以做到 就好像这几天 刚刚就是artcentral的开播 我们今年的Gallery 都是第一次 打入到artcentral 去参加 我想不认识你的人 就会以为你可能 做了一下 无特意 去了做visual artist 但事实上你未出道之前 已经是做广告了 是 其实一毕业 因为本来读的就是设计出身 但是广告那边更加多 所以其实 在做internship 那时 Year 2 Year 3 他们都未毕业 他就已经画了 所以就在4A的agency 做art director 但是那时候就 没有画得那么多 因为主要是 砌layout 想东西 找supriars来画 那我就 既然很想自己画 所以那时候quit了 就是一开始quit了很久 其实我的老板 已经找我去画 或者合作过的导演 已经找我去画 动画 MV 广告都有 所以其实基本上 差不多同期相线进行 但是以前的重心 是多一些拍摄 拍摄 多一些 但是近年 这两年 我差不多九成时间 都是在画摄 虽然大家看到brand 多一些 但其实 做的那些拍摄 可能是一天里面摄光 但是整个月 就是在画摄 已经是举行了 几次的 个人展览 都算是 第一次 已经是 五一六年 那时候很细型 然后之后 有些原因 就停了一点 但是再去 活跃 其实是 19年年尾 东京有个个展 然后去年 就是在香港的 置地广场 那里 因为Gallery 就是在那里 有个地方 所以在那里做了个个展 上年年尾 我刚刚过去 在Belowground 在智地广场下面 新开的地方 又做了个联展 现在进行的就是 Art Central 下个月又有一个联展 又在智地下面的地方 年尾 东京 再有一个过展 但是 小型 所以 其实是排到 密了 那你年尾 都要过去东京 我看过不过去 还有他们会不会安排我过去 就是要隔离 各样 我自己就很想去 你会怎样形容你的 可能有些朋友 没看过Alpha的作品 你会怎样形容你自己的作品 是什么路线 我想是有唐衣包装的 就是看上去 现在那些比较柔和一点的颜色 就尝试不要一下 就很老骨地 把情绪弄出来了 那现在 应该是 我想有少少安抚到人的入口 但是有多少少东西 看久一点 会让别人深入了思考多一点点 或者是想多少少东西 会有少少 暗涌的位置 因为我之前 再之前一点 那些画 就试过有一个期 是再疯狂 爆了些负面的黑暗东西多一点 就是扭曲多一点 以妖怪为主题 那时候是东京的过展 不过大家就以为 那个已经是我的风格 但是其实 那个我是尝试推到最尽 但是回过神来 就觉得 其实在画的时候 也有点心虚 觉得是一种自戀 就是我自己的情绪宣洩 我真的很灰 就是什么什么 但是 反而我以前是觉得 那艺术没有理由 只是说些光无声平开心的东西 就很不喜欢的 就觉得这个刮醒 其实要看好奇特的那面 你要拥抱才是平衡的 才是人生的 但是反而 这两年的情绪 都会太灰 就是太低落的时候 我反而自己 就会 变成了 不如我 既然都不是做到很多 不过至少用这些 来安抚 人家少少 会不会有少少位值 反而转回去 比较温柔的 柔和 线条 神情 我想可能藝術 就是有这样的作用 也有一个作家 还是私人 写过 类似是 艺末 就是要来去 去据据一些很舒适的人 然后再去 去据据一些 觉得很据据的人 类似是这样的 我找不到 那句话 可能想一下 我想 我现在开始明白了 其实是一个记录你自己的心路历程 和情绪的一个记录 没错 但听说你是很想画一些食物的 你上到来 怎样都要说一些食物 没错 因为你的主体就是很多 可能有些妖怪 或者一些女生 掉下来 然后就在地上攀爬 然后飞了上去月球 其实比较 现实之中有一些 很扭曲的事情在里面 不过最近的颜色 都变得很温和 这样已经舒服了 但你未来会不会 用一些食物来做主题呢 我其实一直都想的 我现在在找机会 去描绘角色出来 其实我是喜欢 一切有关人性的东西 我最喜欢就是 描绘或者去留意别人的人性 所以 以前做专栏的时候 会将角色分裂了很多 出来就去做角色 在每一样东西 就想试试 凭它的特性 去给它一些性格 食物都不例外 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多 自己做些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食物 但接着我就会想 它如果是一个角色 会是怎样的 例如说我从小到大都超级喜欢牛油 但是我是为它哀炭了很多年 我都没有做到角色 你为它哀炭 唯一叫牛油哀炭了很多年 是啊 我喜欢为小人物 爱炭 会突然间 配角很惨 死了的名字都没有 那些我都哭了 那你不会很喜欢角落生物的那些 都算是 牛油 你不觉得它很惨吗 它是很吸引的 平时你听到菠萝油是为了 牛油才吃菠萝油 不然你会就这样蘸菠萝包 牛油炒大纸 你觉得 牛油香爆 它吸引了它 那些奶油多的那些 真的要宠牛油 但是它不可以自己 成为一个主角去揹飞 它永远都要依附着人家而生存 要粒粒共 但是明明它很有才华 它吸引力 比其他的调味料 我自己觉得 但是它就不能坐正 每次都要粒粒共 我就觉得它很惨 我其实以前小时候 我喜欢到一斤牛油 在口里吃 但是突然吐出来 所以我就发现了它 那么可悲的本质 它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 没错 只能够粒 但是它是一个优秀的人 优秀 很talent 和吸引到爆 我真的很喜欢牛油 但是它又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 这个就是头痛的地方 为什么它还未具象地成形 因为它会溶到一坨 但可能不是很好看 可能是一坨 那如果十滴滴 又需不需要方形 还是怎么样 我还未塑造到 我觉得它这样看上去 会相当有魅力的 一个牛油角色 但是 这件事在我心里默默存在了很多年 直到之前 跟别人去吃串宵夜 或聊天的时候 我无端然醉了 就不断帮牛油抱不平 它们就呆了 真的辛苦你了 我期待你已经牛油作品了 没错 那你有没有第二个角色 你都觉得 你是哀叹它的存在的呢 我不是哀叹 我需要提防的 总有一些小人 对不对 像香蕉那样 老老实实 人畜无害 好像很养生 又说会 令人释放出快乐的元素 但是 好像有一些胃弱的人 我最近才发现 胃弱是要注意很多食物 凉的东西 就不能放入口 我之前想着 吃蕉会养胃 怎料有一次吃完之后 我竟然胃痛 我很生气 然后再拆掉很多东西 原来 蕉味熟的时候 好生的时候 是寒凉的 那胃弱的人 可能我寒凉 和我胃是差的 然后一吃了生的蕉 反而会胃痛 于是我觉得 它是阴湿的 而且 你觉得它好像人聪慕 但是那个位置 你捉不正 它就会变了害你 爱你变了害你 那它是一个这样的存在 是 原来蕉是生的时候 是寒凉 我真的不知道 那熟的时候 它是否热气 它是养胃 但是它又不能 它要过了那个点 味道都烂了 黑色的那个点 所以是 很多斑 但是味道最烂 它说最有益 那个状态 很难捉 好像牛油果 那个熟成度 刚好完美 那时候 要对得久一点才知道 所以是 香蕉和牛油果 都是一样 是阴湿的小人 我觉得牛油果又没有那么阴湿 你吃了生一点 最多都难吃 有味道胃痛 就是小人 总之香蕉就是小人 是的 牛油果都阴湿 但是就是一个 只是一个贱人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喜欢牛油果 又不想你这么说 那你有没有第三个食物 你是很想给它一个角色 我想 我想像鸡蛋 因为它好像 源头源老外头老 但是它又十分之有才华 多才多艺 它这么简单的东西 但是有无穷的煮法 又好吃 又容易煮 它可以有很多千变万化的做法 只是蛋 单单是 然后我就 我是很喜欢它 我那陣子 自己煮食多的时候 唉 又不懂煮那些什么 最基本就是蛋 因为一天煎蛋 一天煎 一天煎蛋 一天煮蛋卷 无限循迴 就觉得因为很有蛋白质的缘故 是这样 发掘它的不同做法 然后就觉得它 是适应力很强的一个生物 即是如果它是一个角色 它就是一个 好像小强 存在的物体 哈哈哈哈 都不会死 但是蛋 就好像今时今日需要的人才 即是它适应力极强 即是去到不同的地方 你都可以因应这个状况 而变身 然后放进这个世界里面 它是世界仔 没错 今时今日能力强的意思 我想就是那个适应力 不得了 生活化的食物 都在你口中 变成了一件 艺术品 不凡的人才 哈哈哈 花莉刚才说 你以前有煮食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哇 那时候是好像1314年 已经很多年前了 那时候有没有原因 要自己独自生活 然后被迫要做食物 然后我是一个 完全不懂得做食物的人 除了出前一丁 很有自信之外 自信作之外 哈哈哈哈 招牌 也是的 那个属成刚刚骂了一些 然后很弹牙锅冷河 al dente 是的 那就被迫自己做食物 但是 我觉得 做食物是一个 学会 照顾自己 爱会自己的第一步 因为呢 我以前是 饭来张口那些 但是反而呢 自己做的那段时间 虽然那些食物很简陋 或者很简单 但是整个人 反而是健康了 因为我自己 很懂得分布 那个营养 比如说一定要有点点菜 虽然整个人都是沙拉 那么一定要有蛋 因为蛋白质 然后再加有肉 反而这几个东西 平衡得很好 感觉上再加上 那段时间整天做Yoga 那就变成了整个人 反而是健康了 但是你的食物好像有个名字 哈哈哈哈 是的 那时候为了自己做的食物 鼓励一下自己 就有个hashtag 是这个汗颜食堂 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些朋友 会那么喜欢看 因为可能实在太X了 就是很多事情发生 但是我也很顽强的 很坚毅的 坚持了一两年左右 是的 每一天都见这些post 都是来来去去 都是沙拉 牛油果 和烧蛋 其实真的没有令人汗颜 还要来来去去 那个道具 都是我们一起去巴西买的 吃具 哦 是吗 那个drip 那个咖啡 那个网 那个有个木槽 是我们一起在巴西的跳祖市场买 然后我每天都用那些盘 然后滴咖啡 每次都很漂亮的拍照 到有一天你受不了 我看到你来来去去 都是那支店 和那支店 很令人滴汗 而且我其实加補充一句 我对巴西的回忆 已经冲淡了 因为那时候我将所有的手信 放入一个箱 寄回香港 但是从来都没有来过 港山牙人最终有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 很惨啊 所以平时你会堵物私人 你会看到那些物件 你就会记得 在巴西买的 我们当时欢乐时光 但我是完全没有记忆的 很惨啊 我记得很清楚 你整箱都好像寄了千多元回去 真可憐 大家如果有机会再去巴西旅行 千万不要相信那里的邮政局 真的 原来是这样 没错 但你的韩颜食堂的内容 是不是已经说完了 哈哈 如你所说就是来来去那几尾 就是沙律 所以我们把它弄好 有时呢 就整天都在那里 就这样煮鸡腿 和鸡翼 然后就倒一些鸡汁 醬油 这样就当调味 有时我会腌的 15分钟 OK按摩鸡肉 我懂的这个 然后再会加些 没有什么 电粉类的 哈哈哈 再加什么呢 再加蛋 没错了 就是我那时候 就学煮水煮蛋 都不容易啊 然后就是煎太阳蛋和煮蛋 哈哈哈哈 你好像说到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其实你都是沙律和蛋 沙律和肉 也很丰富 算了 你换个碟子算了 都可以是这样 不断用不同的食具 来点准企图 令到件事比较丰富 甚至自己去学徒词班 去自己做一些食具 来围住食物 令到食物就没那么肉酸 汗颜得来也有个美感 最重要就是 漂亮 对了 我记得了 当时疯狂吃的是牛油果 吃到我现在怕怕的 不再敢吃 你当时教了我一招 简单得爆 有时 放到面包上面 似乎牛油果就这样吃 可以加些海盐 再加些黑椒 就可以了 要不就有蜜糖 我真的不断循环这个 我教你的招式那么低级 不是啊 你只教这一招 你教不其他东西 so basic 我想我教你其他东西 你未必记得吧 我有个更臭的 蛋的制法 我有做日式的卷蛋 真的非常臭 我第一次成功了 很厉害 很有满足感 做了一次 于是 算了 那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讲完了 好了 没内容 没错 但是有时你跟我说的烹调招式 我觉得是 为什么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个想法的呢 也有挺厉害的 因为我只是短缺 我这些吃的又不多 有时想买完汤包煲汤 例如说我想煮饭 法国母饭煲 于是就用煎厅来煮饭 我就想谷歌 有没有办法可以煮熟些饭 原来是真的有几条铃铛的 我用平时那些煎厅 那些煎厅呢 都照是洗了米 然后放下去 然后又是照给水 然后一开就大火 然后就 水滚的时候 就盖上盖 然后就转小火 再煮十分钟 然后再关火 然后再在里面 就烤它十分钟 这样呢 他说不下不下 没饭焦就可以了 其实好像西巴牙那些 Pailer 这样而已 是啊 是啊 这个就是我 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就会上Google抄 然后后来就发现 原来可以用饭煲来煮熟 鸡蛋 那完全不需要用水 又不用看火 那就是把两张厨房纸 弄濕它 铺在电饭煲那里 然后就放一只蛋 一只或者两只 然后盖上盖 就像煮饭那样按下去 然后没有水 它就会自己弹起了 那也挺好的 如果你立刻拿出来 它就是半生熟蛋 流心的 然后如果烤它久一点 就是熟蛋 所以这个方法也挺方便 又不用用水 这个招式我真的没有听过 达人如你竟然没有听过 你才是达人 哈哈 我每天都在用这个方式做蛋 我没想过 其实听完 我以为你真的不知道住在哪里 煮个饭都这么惨情 其实到街上买就算了吧 那你觉得找不到手 搜索了这个 你就觉得好像不需要买了 那样的了 我觉得这个招式真的 嗯哼 跟你的人一样 嗯哼 7 嗯哼 哈哈哈哈 因为听众可能 未必是见到阿花的样子 平时我觉得她的样子 是很cool 第一次认识的时候觉得很cool 哎呀很漂亮啊 模特儿啊 那样的 但每次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底腕 是一个相当之X的人 那我们也都因为多年的交往之后 我们已经成为 测试同盟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了 没错 那基本上有任何发生了一些 很突发的测试 我们都互相交流的 但是因为实在是太差了 其实我都不太记得那些内容 没错啦 每天发生的事太多 我都记得几单而已 你马上打来的单都挺经典的 蛤 我在别人的客人面前 骂别人的客人那件事 是啊 又或者是我见到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时值清明节 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祝别人清明节快乐 哈哈哈哈 清明节快乐 真是辛苦你了 没错啊 真实的朋友 多谢你 好啊 那今天也多谢你上来 哈哈哈哈 是不是真的说拜拜的时间了 是啊 说拜拜的了 你还想说什么 我没有了 多谢你啊 哈哈哈 好啦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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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